字幕提供 Hello, 我叫我觀世音, 潘世亨 KP或潘世亨也可以 你想怎樣? Hello, Bwebsync 的讀者 我們一直都有構思想在九龍開一間店 《機緣巧合》我們有一個朋友負責這個店舖的市場 可能大家都認識他,其實他是叫丁子糕 他就很有誠意地邀請我們過來這裡去開一間店舖 他也有找了阿徐和Joanna Ho一起去搞 我聽起來覺得很有趣,跟他們商量過之後 就同一贊成在這裡開開我們第一間九龍分店 我們會想有什麼產品會讓這間店舖適合尖叉咀的觀眾 可能讓產品比較年輕 可能是T-shirt 和帽子 我們覺得是適合年輕人口味的品牌 可能銅鑼灣就會比較成熟 就會有分別 其實我們都裝修過幾間店舖 雖然概念都是一樣,但每間店舖都有少許不同 這次我們沒有特別想過有什麼概念 只不過是大家和設計師商量過 我們想用這些材料 想可能看到之前這裡有什麼正下來的東西 再加入我們自己的元素下去 就做成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你可以看到很多灰色 這些木,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 但未有機會用過 這次我覺得用在這裡是挺正的 就是所有擺設,VM為主 你看外面有一個Visual Display的壁 其實是挺有趣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留意到銅鑼灣 有很多時候有些客戶進來 他們是找些,不是說是超級的東西 只不過是有些少許斯文一些 或者是專業的牌子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是在找這些東西 反而我們就想希望 如果我們有多一間店舖 我們可以分量 即是可能街道一點的 會在九龍 因為每個人都告訴我 尖沙咀或者九龍的客戶 會比較喜歡一些 價錢便宜一點 和街道一點的服裝 其實我們很喜歡尖沙咀 但你知道尖沙咀的租很貴 所以一直都沒有機會 可以在尖沙咀開店 但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很開心 所以把我們從小到大 覺得尖沙咀的東西 放在我們最尖沙咀的衣服上 但是我會覺得這些是紀念的東西 就算不買也儲一件 就算不儲一件 微博轉化一次 我不知道 其實我等了一個 icon 上我的Instagram 有很多人說 不如你和小雲和小吉 不如你和孫悟空 不如你和One Piece 其實很多人都很有興趣 就是原來這些卡通人物 其實這個Odi 就是因為我們很喜歡小動物 其實我最近有這隻狗 我很喜歡狗 我覺得挺有趣 沒有想到要和什麼 什麼人合作 或者什麼事 但希望看看反應 希望有機會可以 再和其他人合作 當然 我想首先來說 會有些新的品牌 會給大家 例如Sewer 是我們一個品牌 我們會入的 Underfeated Stuze 這些品牌 我覺得挺好 但好像沒有真正 好像真的很重型 入過 加上我們有一個Party 18號 會發展我們公司的開張 接著下來 就真的沒有計劃到這麼遠